你問我答 睡睡平安 歡迎收聽 搖寧缸時間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你問我答 我們經常會有的時候呢 會替別人付一些錢 尤其是親戚朋友 父母 孩子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麼這些情況呢 涉及到一歲的問題 今天我們討論的這位朋友的問題是這樣的 他是說 我為在國外的爸爸媽媽付了一大筆的醫療費用 我想知道我付的這個醫療費用可不可以在報稅的時候抵稅 如何來抵 是這樣子的 如果您付別人的醫藥費呢 這是可以用來避免所謂的贈余稅而不是income tax 在income tax的時候呢 只有您自己的這個醫藥費用有可能在itema deduction的時候可以做 如果你為父母付了這個錢呢 只有父母可以用來抵稅 你不可以 但是呢 另外一個方面呢 就要助理了 就是說 我們任何一個人以前收到的送給別人的錢超過一萬五的話呢 會有所謂的贈余稅問題 那麼 現在呢 如果你要是給父母付的這個費用 如果超過一萬五以上呢 也同樣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但是 如果你在付這份錢的時候注意一下呢 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稅務局有個規定 如果你是為其他人付教育費用和醫療費用的時候 這筆錢可以免於交證據稅 那麼呢 這必須要做的呢 就是說 這錢必須是直接付給教育機構 或者如果有醫藥費的話 付給醫院或者是醫生 這樣的話才可以 如果你直接付給個人 或者你爸爸媽媽在這裡打給他自己的話 那麼他認為這是你給他的一個gift 這是taxable的 所以呢 處理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然後呢 把這些單據來往的帳目 銀行轉帳的記錄 轉給誰的 都要很好的文件留在那 將來大家來查考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說明 這筆錢我是直接交給學校的 或者自己交給醫院的 那麼這樣的話呢 你就不會產生gift tax的問題 好 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今天簡單的討論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收聽 我們下個禮拜二 這個時候再見